大家好 我一个隔壁村的老乡呢 他在家里住了吉某方钓 他抱着饲养的心态 买了五只动物肥来养 没想到他靠这五只动物 在两年时间 赚了有十多万 我们过去看一下他 到底养殖的是什么动物 就在前面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一下吧 我们到了 这个就是我老乡养殖的动物 他到底养殖的是什么动物 我也不知道 我们过去问一下他 他好像正在给他喂食 老乡你养的是什么大动物 我都还是第一次针这种铜鸟 是 比较少见一点 他是不是饿了 要喂点那个草给他吃 现在我摘了一点这个草 给这个大动物喂点这个草 看他吃不吃 现在我就过来喂一下 看他吃不吃 哇 他会吃啊 可能真是饿了 太早了等下我多摘一点 他真的在吃 可能是饿了 那个铜鸟可能真的是饿了 刚才我喂他 他会走 现在我就多摘一点来喂一下他 不要饿坏了 这个铜鸟真的很好 他什么草都可以吃 不挑食 干净是这种草 太容易摘了 到处都是 所以成本很低的养这个铜鸟 好 现在过来就喂一下他 哇 他真的可以吃 哇他还很喜欢吃 哇他还很喜欢吃 太喜欢吃了 这些都丢给你们吃吧 让你们吃薄一点 等下多摘一点 千万不要吃我的手 我倒有点害怕 哎呀太高了 这个铜鸟比我还要高 哇 那三只为什么上面脱毛这么严重啊 感觉非常不对劲啊 脱毛太严重了 背上一点毛都没有 你看 中间啊 都脱完了这个毛 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这两只不会啊 为什么会这样 有没有懂行的网友们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指导一下啊 哇他他吃草现在可能饿了啊 我们走前去看一下啊 好 小兴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